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分享花枝小教室的知識篇 這個知識篇呢 是我自己打到這個S加 或是在上面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發現 就是是真的沒發現 因為有很多武器的大絕 因為平常也沒有在換武器 所以真的一用的時候就會發現不知道要怎麼用 或者是譬如說 痾... 痾...不知道要怎麼樣快速上牆啦 或者是譬如說取消慣性啦 跳射啊 什麼的 就是在實戰中會想要使用的時候不太好使用 所以今天就想要來分享給大家 好 那第一個我想要分享給大家是一個比較實用 真的蠻實用的 而且這個是...是我... 痾...怎麼說 我真的到 我應該是打到X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個...這個官方 或者是譬如說你在玩 剛開始玩的時候 遊戲說明他完全沒有講到這件事情的 到底是什麼呢 那...就是... 開SP的時候 開大絕的時候 墨罐是會補滿的這件事情 這個我真的是玩到X的時候 我自己突然發現的 然後...痾...就是我有一次玩一玩 然後就變成... 就是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的狀況 然後我突然按下去 我會發現 欸奇怪為什麼我又可以射了 所以這代表說本來... 潛在就有這個了 還是說哪裡有在說明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話可以... 跟我說一下這樣 然後呢就是說現在是沒有墨的情況下 比如說我們在對槍沒有墨的情況下 我們只要開大絕 墨罐就會瞬間補滿 看好囉 墨罐...按下去 墨罐瞬間補滿 哇這個... 所以我之前玩一玩的時候 我才發現有很多高端的玩家真的是... 他要開大絕之前他會盡量的把這個... 怎麼講...他的墨罐... 可以用的就用掉 等於說就是一舉兩得這個樣子 這個真的我很後面才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其實非常好用 因為像是紅雙槍啊... 什麼對槍丟一個炸彈 欸就沒墨了 但這個時候如果有大絕的話 一開! 然後他就會滿了這樣 那前提當然是大絕是可以使用的情況下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第二個是...雷神布 雷神布這個東西呢... 其實... 就是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使用過這個招式這樣 這個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小技巧 就是說...呃...我們從一個墨點... 游出去的時候大家應該會發現 他剛游出去的時候其實速度還沒有減少 他是有點減慢的 所以在他真正快要停下來之前 如果再補一下... 再往地上補一下墨的話 等於說就是可以快速前進 在這個地圖上 甚至是敵人的墨 就是你可以在你敵人的墨 變成你自己的墨之間穿梭 他就不會是... 比如說你還要這樣先塗完 然後再走就會變很慢 而且因為你會成為人型的狀態 很容易就會變成一個目標 所以如果會雷神步的話 變成說你可以左右游走這樣子 不管是進攻或是... 嘖... 從戰場上脫離都非常非常好用 這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呃...實戰的技巧 因為就變成是...因為你... 雷神他...發射... 一發到他蹲下來 這個取消慣性這個動...這個...已經有... 更正過了 就是會變得很快 沒錯...就是...這就是雷神步 來...我們再把這個...地...清空 也就是說...塗一下...然後... 再塗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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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一下...塗一下... 稍微離開一下末點的時候才塗一下這樣 塗一下...塗一下... 雷神步 沒錯...所以如果你按很快的話 算雷神步嗎? 這樣子其實不算雷神步 因為你...成人形的這個樣子 還是...蠻常出現 他其實是有一點... 這樣子... 沒錯...大概是這種感覺 大家回去可以試一下 這個真的...在實戰的時候很常用很好用 有的時候你看他用雷神槍 他就這樣一直在這裡游來游去 然後你這樣射一直射不到他 對...因為他的那個...怎麼講 就是...隨機性實在太大了 因為他可以任意游 那...這個... 對...沒錯...雷神步大概是這樣 好...我們到下一個再講那個... 花之慣性 好... 好...欸第三個不是花之慣性取消 第三個是快速上牆 快速上牆...什麼叫快速上牆呢 好...呃...我們來...就是換一個比較長一點的牆 就是我們通常...呃...比如說遠方 好...我們現在要去上那個... 我們要去...要...這道牆 我們想要這樣上去的時候 大家通常一開始應該就是... 呃...我們可能遠遠的...會先...射... 然後再跳 對嘛...我們會先把牆...補一條墨 然後再淺墨再跳 但是其實高端的玩家齁...其實他有更快的方法齁... 就是這樣... 那這個是怎麼做的...就是...其實我們可以就是直接... 就是先...就是...呃...怎麼講... 在牆之前跳起來...然後變成... 花枝的形態...然後直接跳上牆去... 這就是快速上牆... 這個要怎麼做到呢...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大概...你大概首先你要先知道... 花枝...就是...跳躍的距離大概多遠... 大概差不多就是...從這個...這個距離起跳差不多吧... 還可以...但是這不是最高點...我們應該要抓最高點... 所以大概是...大概一兩步的距離...大概是這個地方... 所以在那...在上牆之前呢...我們就可以先跳起來... 然後...往前... 這樣子就可以上牆了... 好...那快速上牆呢...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欸...這邊就可以做一個示範... 這個技巧非常非常好用...因為有時候... 我們在對槍的時候可以發現就是... 喔...地通常都會是塗滿的...沒有問題... 可是敵人來了...然後你突然要上...啊...沒辦法上... 啊...我先塗一下...然後再跳...再上... 這個時候可能...敵人就有機會先殺死你喔... 所以如果你可以快速上牆的話呢... 即便你在這裡你也是...可以馬上就可以上牆的... 這樣子可以節省到非常多時間... 因為...在...我們在花枝的時候... 在打花枝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對戰的時候是...節奏是非常快速的喔... 可能就真的差那麼一點點喔... 你可能就可以殺到敵人...或者是... 獲勝啊...幫助你的隊友啊... 甚至是自己可能不要死亡之類的... 所以這個技巧其實真的滿重要... 我也是到最近才學會... 因為一開始都...有點搞不清楚說... 欸...到底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對...但是其實也沒有很難...就是... 主要呢...是...要按住跳... 游過去...按住跳...然後... 射一發...射一發到兩發這樣... 射一發到兩發...然後... 這個時候跳不要...不要放開喔... 然後就可以這樣...它就會順利滑上去了... 去抓一下說... 欸...我大概是什麼時候要起跳...什麼時候要發射...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如果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靠著牆的情況下呢... 就比如說我們是在這...沒有起跳空間的話呢... 有的時候你可能會突然...想要這樣上牆... 那這個時候呢...就不用只發射一發末... 你可能可以多射兩三發...因為... 有的時候呢...你只發射一發的時候... 如果你...呃...面對的位置... 你沒有瞄好的話...你可能會射太高... 然後這個時候可能就會上不去...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按住... 稍...稍微...就是怎麼講... 在空中滯留一下...然後再爬上去... 但如果比如說我們距離牆面... 本身就有一個距離...那我們本身就要上的話... 其實就是發一發大概就可以了... 大概就可以順利的快速上牆... 大概是這種感覺... 這個...因為場地有很多高高低低的地方喔... 這個技巧...非常非常實用喔...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單槍的... 這個就是...雙槍的話呢... 雙槍的話真的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我自己平常是用雙槍的嘛... 所以...雙槍在要跳射這個地方... 真的是比較... 比較...比較不吃香一點... 因為你...你在潛末的情況下... 你...發射再跳起來... 它就是會滾...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是要... 這時候跳跟發射就是要分開來... 就是要分開來... 一定要分開來... 就是變成是說...痾... 我們沒有辦法... 痾... 在射的...射擊的情況下再按跳... 但是單槍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變成說... 單槍呢...是可以射擊跟跳躍一起按的... 但是我們不行... 如果我們一起按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翻滾...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按跳... 再按射擊... 這樣才可以做到... 快速上牆這件事情... 嘿... 就這樣... 那單槍呢... 你看喔... 如果我們是單槍的話... 我們是單槍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一起按沒有問題的... 對... 這個是單槍跟雙槍要注意的地方喔... 單槍... 比較幸福啦... 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一起按什麼... 你也不用管什麼時差... 就是一起按... 都沒差...都沒有問題... 反正只要放開... 射擊鍵就可以了... 可是雙槍就不行... 雙槍切記一定要... 你一定要先... 按跳... 然後再按射擊... 這樣... 不然的話呢... 可能會發生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喔... 現在這個... 對戰非常激烈... 然後你想要跳... 結果你在這裡滾... 然後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降值的時間... 這個基本上... 你可能原本用射這樣跳起來... 可能還會比較快... 就是... 這個大家可以稍微練習一下... 雙槍的朋友們... 可以稍微練習一下這件事情... 好... 那快速上牆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 喔...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花枝慣性取消這件事情... 這個... 嘛... 就是... 算是比較... 進階的用法... 大家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這個呢... 我們在淺末的時候... 大家可以發現的是... 如果我們現在想要來回跑啊... 就像我們那個什麼... 定點的... 來回跑... 大家會發現就是會稍微停一下... 我才可以回來... 這個時候在吃蛤蜊啊... 或者是比如說你要跟敵人對槍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一個困擾... 就變成說你沒有辦法及時的... 那要怎麼及時呢... 我們可以利用負武器這件事情... 來取消我們的慣性... 但是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就會變成是把負武器丟出去... 會變這樣... 嘿... 嘿... 就是馬上... 馬上就可以來回... 但如果沒有用慣性... 取消的話呢... 會變怎麼樣... 就會變這樣... 停一下... 再停一下... 那這個要怎麼做到呢... 就是說... 呃... 我們可以先在淺末的狀態下... 那我們要使用慣性... 取消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按一下... 負武器的按鍵... 要按住喔... 按住負武器... 那它的拋物線會跑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再馬上按淺末... 再按一次淺末... 它就會馬上淺下來... 好... 按負武器... 然後再按淺末... 但是... 你這個速度要夠快... 要不然它可能會這樣放大... 因為我們要... 衛球就是那個瞬間... 所以其實是... 按了... 然後馬上淺末... 大家可以發現就是... 它就不會這樣慢慢的... 因為這樣子起來... 再下去... 你看... 這個其實我們在移動的時候... 其實是很緩慢的... 就是沒有辦法... 很快... 有沒有... 它會先停一下... 我們才可以往右... 往右走... 往左走... 好... 但是如果我們使用剛剛的... 負武器的慣性取消的話... 我們馬上就可以下來... 那大家剛開始用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好像很難... 但是其實呢... 就是你... 負武器的按鈕... 其實是可以按住不放的... 像我現在... 就是...其實就是... 負武器的按鈕... 第一次的時候啊... 按的時候... 然後不要放... 然後潛末... 這個時候我在放開潛末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是這個狀態...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 使用這個慣性取消... 就是說... 呃... 游出去... 游出去... 快速的來回游... 這樣... 沒錯... 那... 呃... 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可以慣性取消... 但是沒有負武器這麼快... 最快的應該是負武器的喔... 就是...其實就是射一下... 雙槍的速度其實沒有很快... 就是可以達到跟負武器的慣性取消... 就一樣快的... 應該只有雷神... 吧... 我覺得啦... 就是超快... 真的超快的... 就可以左右射... 沒有問題... 呃... 呃... 左... 右... 左... 右... 可是... 其他槍就沒有辦法做到... 尤其是... 比如說像是... 隨便舉個例... 比如說像爆裂槍... 爆裂槍的發射速度很慢... 就絕對不可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一定會有一個僵直戰... 所以說呢... 我們如果要用慣性再跟敵人對槍... 我想要遞一下起來的時候... 先... 呃... 算是... 假裝攻擊嗎? 這個時候... 就必須一定要用這一個... 一定要用負武器才行... 欸... 假裝攻擊有沒有... 騙一下... 然後從旁邊繞起來... 但如果沒按好的話... 就會把負武器丟出去... 所以這個其實是要練一下... 這個是... 呃... 算是... 在實戰經驗中... 應該是蠻好用的一個... 技巧這樣子... 雖然我自己也還在練啦...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跳射... 那跳射這個東西呢... 我們在單槍裡面是...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就我直接... 我在射擊的過程中... 跳起來就好...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 大家應該就是... 馬上試馬上就可以學會了... 那跳射有什麼差呢? 跳射呢... 基本上是可以... 延長攻擊距離的... 沒錯... 跳射可稍微延長攻擊距離... 對... 沒有問題... 這裡也沒有問題... 淺墨跳起來射也沒有問題... 或是射一射的時候... 突然跳起來射也沒有問題... 這可以... 大大的... 呃... 除了增加攻擊距離... 也可以大大的降低敵人瞄準的難度... 那... 單槍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雙槍就很有問題... 雙槍跳射... 我也是到最近自己才找到一個比較好... 好使用的方法啊...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雙槍的跳射呢... 基本上你在射擊的時候... 有... 你又要移動... 再按跳... 就反滾了... 無限的反滾... 永遠沒有辦法跳射... 所以這個時候也會造成的就是說... 這是一個雙槍一個... 蠻大的弱勢喔... 可能會被... 單槍... 對槍的... 對手發現說你其實... 你沒有辦法... 使用跳射這件事情... 所以... 在紅雙槍呢... 我們之前就有介紹... 紅雙槍可以使用那個Jump Cancel... 來做到跳射這件事情喔... 那...還有沒有什麼方法... 那其他雙槍不就死定了嗎... 其實還是有方法的喔... 就是... 我們在發射的時候... 同時在移動的時候... 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到跳...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移動的話... 按跳當然沒有問題... 它不會翻滾... 可是我們今天只要加方向鍵... 它就一定會翻滾... 那... 如果我們想要在移動途中... 也射擊的話怎麼辦呢... 其實是可以的喔... 我馬上示範給大家看... 你看其實是可以的... 那... 要怎麼做呢... 就是說我們在射擊的時候... 也在同時在移動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 快速的放掉... 呃... 射擊鍵... 然後按跳... 再按射擊... 放掉... 按跳... 再按射擊... 這是慢動作... 分析就是這樣... 放掉... 跳...射擊... 對... 那如果快一點的話呢... 它就會變這樣... 它是可以... 無縫接在一起的...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個... 這個要稍微練一下... 對... 這樣子的話我們也可以做到跳射的功能... 然後還有... 這個時候射擊鍵是不用放掉的喔... 你只要前摸再按跳就可以了... 它就會稍微變成花枝的形態... 然後跳起來射... 就是有這兩個方法... 如果... 還有其他方法... 然後有... 朋友知道的話... 拜託留言... 告訴我... 這個要怎麼做...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 喔... 走半圈攻擊喔... 這個是... 我在... 對槍的時候發現其實... 蠻好用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個正式的技巧啦... 總而言之就是... 呃... 我們在跟敵人發射的時候... 其實我們用體感在瞄準的時候... 其實這個比較近... 近一點點... 像這種小小一點點... 尤其是... 呃... 要往繞我們背的敵人... 我們其實是不太好瞄準的喔... 因為對槍其實最好... 我們... 還是盡量... 可以從側面... 或是繞背... 來講最好... 因為... 面對面其實太講... 太講就... 對戰技巧了喔... 所以有什麼辦法呢... 就是我們在射擊的時候... 其實可以稍微往旁邊走... 尤其是... 我覺得這個是最近距離最好用的... 敵人很難可以馬上轉過來瞄準你... 因為我們這個走... 走半圈這個... 這個真的很好用... 單槍雙槍我覺得都超好用的... 越近... 距離越近越有效... 就不是他設一設啊... 然後我們開始這樣... 往左邊走啊... 或往右邊走啊... 就不要是... 前後的關係... 而是... 斜... 就是... 轉...轉半圈的這種感覺... 就是繞著敵人轉... 這個目的也是... 想要邊射擊的時候可以邊... 往他的後面走... 這個真的蠻好用的... 就是大家可以練一下喔... 可以試試看... 找個朋友... 或是找個敵人... 找個路人來試試看... 這個真的蠻好用的... 對啊... 對...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再來就是... SP相關了... 就是... 好... 首先是這個... 來... 我們看一下... 欸... 怎麼都沒有啊... 欸... 鼠球... 我第一次開... 我第一次用鼠球的時候呢... 我開了...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爆... 我就是一直跑一直跑... 等到時間到他自己爆... 但其實鼠球是可以... 自己... 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要爆的喔... 就是我們開了以後呢... 然後他其實有寫一個... 就是ZR... 按住ZR... 他就會把墨補滿... 然後他就會爆炸... 就這樣... 如果我們都不按的話... 他會自己爆... 但如果我們想要提早爆的話... 我們就按住ZR... 他不買了... 他就會自己買自己爆了... 這個是... 呃... 我覺得這個不是什麼新手... 什麼之類的... 這個是... 就是平常沒有在用別的武器... 然後今天突然想要換一個武器... 來用的時候... 會遇到的問題... 對不對... 好... 然後下一個是... 我也有比較看到... 比較常看到朋友... 就是... 友善彈... 呃... 友善彈... 好... 我們先擠一下SP... 好... 友善彈呢... 擠起來以後... 他會升到天空嘛... 然後他也會有一個時間... 右上角的SP也是會... 呃... 也是會倒數計時嘛... 然後結束以後... 他就會丟出去嘛... 那... 呃... 一個問題就是說... 呃... 讚... 按nice才可以擠... 其實自己按就可以... 自己按也可以... 只是大家一起按會比較快而已... 然後再來說... 要怎麼丟呢... 你會看到有一個常常... 很像這個的拋物線喔... 那... 要怎麼丟... 就是你再按一次這個... 再按一次副武器的按鈕... 就可以丟出去了... 好... 我們自己先按讚... 然後他中間就會變成... 喔... 你可以丟了... 那這個時候... 你想按一下... 丟副武器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友善彈丟出去了... 那這個... 蠻建議大家丟的位置呢... 就是丟在... 敵人的退路... 或是他可能會前進的地方... 就是... 通常命中率都會蠻高的... 對...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是... 你... 不用再... 因為不知道要怎麼按... 然後掛在上面... 掛到最後他自己丟出去... 掉下來... 就是... 其實蠻尷尬的... 對對對... 就是... 這是... 友善彈的使用方法...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OK... 最後一個呢... 是... 我... 這個... 在打巴場這樣... 試一試發現說... 喔... 這個真的是很好用... 因為之前跟朋友打... 發現說... 這個... 大印章對方怎麼可以用得這麼好啊... 然後原來大印章其實是一個... 三合一的大絕... 三合一的大絕怎麼說呢... 就是... 第一個就是他會一直壓嘛... 啪啪啪啪啪啪啪... 大家這個都知道... 但是呢... 在壓的時候前方是無敵的嘛... 但是其實... 左... 右... 後... 好像其實是... 就是... 你被攻擊的話是很容易死掉的... 所以我發現高端玩家其實不太會用... 印章壓... 他們都會怎麼用呢... 就是... 你如果開了大絕... 你跳起來再攻擊的話... 他其實會少一圈喔... 他有用給大家看就像這樣... 哇... 這個其實... 超猛的耶... 這個超級猛... 就是... 你又可以潛... 然後你突然跳起來... 幾乎... 在你眼前的大面積... 根本就是一擊必殺... 跳起來... 刷的這一招... 喔... 我覺得超強... 結果我在打法場用一用... 我覺得這個... 這個...這個大絕很強... 而且... 因為那個... 印章... 印章的... SP的時間很長... 那樣... 就每次蓋一蓋都會有一種覺得... 還沒蓋完啊... 然後再來就是說... 大印章還可以丟出去... 你可以先這樣... 刷完眼前的... 喔...兩個敵人... 然後發現有敵人在遠方的時候... 你還可以拿去丟他... 喔... 然後...因為我沒丟準... 丟準的話... 攻擊力是120... 也是必死無疑... 就是... 可以... 這是可以... 呃... 很精確的... 殺... 殺死... 殺死近戰的敵人... 然後又可以把遠方的敵人... 帶走的一個... 很強大的SP喔... 來...我們來... 我們來... 一定要丟一下... 丟準一點... 好...丟我眼前這個好了... 你看這個... 哇...這個很強耶... 真的... 這個...這個我覺得... 如果好好練一下的話... 應該會是... 近期應該也是蠻可怕的一個... 看到很多... 高手在用... 真的是用得很強喔... 你可以淺沒... 你看這樣刷一下... 有沒有... 刷一下...然後... 欸...直接在眼前丟... 哇...這個... 一下三四五個人... 三四個人全部帶走應該不是問題喔... 然後再加上它也可以當成一個大炮... 就是往前一直壓喔... 這個大家真的可以試試看... 這個印章... 真的是很厲害喔... 對對對對對... 好... 好了... 那...今天的這個... 花枝小教室這個... 常用篇嗎... 常用篇嘛... 就是...等於說它不是... 它可以適用在任何模式... 就是...是一個... 非常好... 非常不錯的... 分享... 這樣子... 就變成說大家在... 不管在各個模式其實都可以用到... 然後... 呃... 因為我目前想到的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還有其他想要我分享的話... 或是我剛剛上面... 上述的教學... 有一些地方可能沒有講太好的話呢... 大家歡迎都可以留言來跟我說喔... 那今天的花枝小教室就先這樣啦... 感謝各位... 掰掰...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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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